你聽很細耶 因為其實這首歌就是 我想要找靈舊合唱 然後就想 因為我們兩個看起來好像就是 我們看起來就不會在一起 真的嗎 我會出來面對 你說蒼蠅也可以 因為我魏佳穎嘛 蒼蠅的一種 禁止魏佳穎進入這樣 這一整個很過分奇妙 當人家真的問你 你最近好嗎 你好像不一定真的會 就是感到說我不好啊 還是怎樣 你可能會想說 他那個問我的人擔心 所以不管你 好不好 你也是都只會說 我很好 歡迎來到阿屁聊音樂 音樂心理師 我是阿屁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時候 總是抱喜不抱憂 其實有什麼心事 卻總說我沒事 將自己的想法藏在心裡面 今天來跟我們聊音樂 是魏佳以及他的新專輯 我很好 我覺得是一張 在音樂的聽感與情緒上 慢慢走出來的一個狀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魏 薇佳穎 請大家一定要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訂閱 阿屁聊音樂 第一首專輯的同名歌曲 我很好 是不是上一張專輯 你好嗎的續集 對 我上一張專輯是 你好嗎 然後這張叫做 我很好 對 他們兩個其實是一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問人家 你好嗎 你通常你會問他 你就是希望他過得很好 所以你才會想關心他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當人家真的問你 你最近好嗎 你好像不一定真的會 就是感到說 哦 我不好啊 還是怎樣 你可能會想說 我怕那個問我的人擔心 所以不管你好不好 你也是都只會說 我很好 然後希望自己 希望自己不要影響到別人 希望對方他可以就是 你就專心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然後你不用在意我到底好不好 但其實我很不好 因為像那個歌詞裡面就有講到就是 安靜到能聽見心跳 對 可是你在一個空間 你要多安靜 才聽得到自己的心跳 就是那就是一個就是 已經寂寞到底 安靜到能聽見心跳 成名了我過得很 那你自己做的最 Lonely 的事情是誰 最Lonely 的事喔 之前不是有很流行那個 過渡指數 對 就是我好像都有耶 我會一個人一個人看電影 我也會一個人看電影 然後一個人去火鍋店吃火鍋 我超愛一個人 結果火鍋店吃火鍋 那這首歌除了歌詞有暗示到我其實不好的狀態 音樂也是這樣子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這首歌的音域啊 以及配唱的時候那個力度 都很像是在吶喊 雖然唱的是我很好的歌詞 其實正處在一個煎熬的狀態 他是其實 其實是像你說的那樣沒錯 就是他想要 他也想要真的想要自己很好 可是因為就是那個 心裡 心裡的那個難過 因為也還在想念另一個人 然後就是可能突然 從兩個人變成一個人 其實心裡並不是很適合 對 聽見 但是我很喜歡複歌這一句的歌詞 是因為 我剛剛是用那個真音唱 嗯 然後複爬經文 你沒擁抱 那種擁抱是比較虛的 是 對那邊是假音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前面的地方是你現在樣子 後面在回響你擁抱的地方 你是用一個假音來唱 就是那個東西已經是過去似的 嗯 嗯 有這樣子的感覺 對 你聽得細 聽得非常細 對 我覺得你有在做這個方面的設計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雖然叫我很好 但是聽起來我不好 對他其實是不好 但他的那個出發點其實蠻善良的 就是不希望他擔心 你不需要知道我還好 哦好 就像和那一天一樣的晴天 你卻笑得別天空空像晴天 我不在意你曾經問過誰 這首歌的故事大概是什麼 這首歌喔 其實這首歌蠻奇妙的 就是我怎麼會寫這首歌 連我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 那時候就是我想要 我就是覺得我想要再寫一首歌 然後放到我很好這張專輯裡面 可是我就是左寫又寫 我就覺得還不是他還不是他 後來我就覺得因為我已經卡很多天 我覺得我應該要做一點別的事 然後我就去打電動 就玩那個畢邪狂殺你知道嗎 我玩畢邪狂殺 我玩畢邪狂殺2 然後它是一個西部牛仔的遊戲 然後結果我就玩完了 完了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通常不應該玩這麼短 我玩十幾二十分鐘我突然覺得 我好想寫歌喔 然後我就把它關掉 然後我就開始寫歌 寫出來就是我不在意你曾經問過什麼 這首歌就很正的 是一整個很忘記喔 我不在意你曾經問過誰 也不在意你突然 我感覺這一首歌 就是那時候我想要寫的東西好像是一個 因為一般大家乍看乍聽之下會覺得 這個好像就是遇到渣男還是遇到渣女對不對 就是你可能喜歡上一個很誇心的人 但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那種情緒是 它並不是有怨恨的那種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就是要拍他是這樣 但因為你很喜歡他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有這樣的一小段也不錯 這個瞬間 那麼就回憶求助你 不要太迂迴 那這首歌的音樂比起上一首歌我很好 相對來說內斂很多 所以我就在聽音樂上有沒有哪裡 透露出其實你很在意 應該說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越想要雲淡風輕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會在意的 所以你有時候就是假裝 就是沒關係啊可以啊 但其實心裡會在意 然後像那個我Bridge那邊 我有寫到就是還以為我只是路過人間 對然後就是才發現原來我也不擅長離 所以他可能想說反正就是這樣嘛 我也知道他可能早晚會離開我 可是真的到要離開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還是會很難過 接下來這首很浪漫的歌 天空有多少種藍的創作故事是什麼 這首歌其實我本來有寫的 我本來詞曲都有寫 然後後來呢 那個我就覺得留這曲好了 我想要找那個葛大老師來幫我寫歌詞 然後原本的歌詞呢 我就讓他淹沒在大海裡 因為現在的是等於是白天 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 白夜班的兩個人就是在曖昧 然後就是不確定到底有沒有戀愛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的那種感覺 那你有沒有戀愛的歌詞 我有沒有戀愛的歌詞喔 不行啦這不能偷偷阿 這是機密 那你是怎麼樣跟他討論出 最後出現了一個白天與黑夜的交往的 因為其實這首歌就是我想要找靈舊合唱 然後就想因為我們兩個看起來 好像就是我們看起來就不會在一起 但是我想說那我們要怎麼樣有那種感覺 而且一方面也想說就是 這種好像看起來不可能 其實在我們生活上也有可能會發生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天空有多少種藍 就是我們不要去設限說 愛有 愛是什麼應該是什麼樣子 因為它會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雖然它可能都是藍色 但藍色就有分超級多種 天空有多少種的藍 這首歌在音樂上和弦使用比較複雜 好像適合大調適合小調的和弦 感覺真的好像很多種不同的藍色 然後不斷地在相互藍色 對 就一直變快 然後一直藍色 對啊 然後而且就是 因為就是白斑跟夜斑 所以只有在那個日夜交會的時候 我們才會遇到 這很浪漫 我覺得這個很浪漫 那種魔幻時刻的感覺 然後那09你們是一大首 普通 喔 那這首是有沒有趣的 我覺得有趣的是就是 它很大字 然後我很小字 它真的很高大 而且我看那個就是 因為MV裡面那個 它其實我就在 然後我就在後面 然後真的就只露出一顆頭這樣 喔 對啊 真的很大字 真的很大字 那我也不排除是因為我很小字 所以你第一次真的就是 我們之前就有見面了 因為之前在節目上會遇到 然後我也有 那個 我人生的第一次那個 抽一番賞 就在他的玩具店 喔 現在把他的B賞還是C賞抽走 就抽到他的大獎 我一抽發現 我抽到我七善意耶 B賞賞一個對不對 B 好像ABC都只有一個 他現在店員口就靜子 靜子我也這樣 靜子 這樣 我與愛無關 我正在冷漠孤獨的街上 破爛的衣裳想找到我 鞋魚酒的歌曲故事是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 我在上一張專輯 你好嗎的時候 裡面有一首歌叫石之心 然後我那時候寫完石之心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再寫一個鞋魚酒 因為它是那個 你剛剛講的遊戲 你不是的遊戲 我來了 你知道巫師嗎 巫師 它就是一個遊戲 然後後來改拍Netflix 改拍成那個戀魔士 對對對 然後它裡面有資料片 有一個資料片叫石之心 有一個資料片叫鞋魚酒 它是兩個獨立的故事 但這兩個故事呢 其實都我覺得都蠻浪漫的 然後我就先寫了石之心 然後石之心是在寫就是 當你在追尋一件事情 就是感情啊 或者是成就或是什麼 當你在追尋這件事情 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很痛苦 但如果讓你重來一次你要不要 我就在寫說這個選擇 那通常我們答案是 會願意 因為就是我想要那個東西 就算很痛苦 就算最後就是什麼都沒有 我還是願意再經歷一次 因為我不去做就不會有 那個過程中的美好 比較像這樣 然後寫魚酒 它比較像在寫就是 也是也是在追尋你 你所愛的東西 但它就是 你會遍體靈傷 你會滿身傷痕 然後其實這一首歌裡面 我覺得如果要找 找一句歌詞貫穿它的話 就是我不怕你看 滿臉的傷 我不怕你看 滿臉都傷 因為你的音樂也是用小調來寫 對 所以它是小調 A小調嗎 對對對 所以它聽起來本身 因為小調本身就會讓人家覺得 實質較辛苦的感覺 對 而且實質心也是A小調 我刻意就是讓他們在同一個調 有一個呼應這樣子 對 所以它是一對 對 然後但是你的口氣又唱得很堅定 嗯 我就覺得說你這個是一個 呃 怎麼樣的設定 因為你的音樂聽起來是很辛苦的環境 但是你的口氣很堅定的在上週 對 然後其實因為 呃 應該說 我裡面有寫到就是 叢林牛猛獸百花眼齊放 所以我覺得 你在任何一個行業裡面其實 競爭都是非常激烈的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 對啊 所以其實整個感覺滿辛苦的 但因為你喜歡這件事 所以你又還是會努力做 大概是這種 還是就是 十字心是你往裡面挖掘 然後可能就是你有一顆十字心啊 然後你鎖在裡面 那鞋魚酒比較像是 你鎖在裡面 你最後要努力的衝出來 就是感覺是一路好像很鮮 雖然這個歌聽起來 感覺是一個很中二的 哈哈哈哈 歌名很中二 對啊 但是也是想要存在你這一路的努力 對 那我想好奇 因為這首歌好像長到一個 跟倔強的關係 你有覺得你自己做過什麼 最叛逆的事情 最叛逆的事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當歌手應該就滿叛逆 對家裡來說 我不確定他們有想要我做什麼 但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做辦公室 所以就上下班大咖 然後穩定 那你在這樣還沒有覺得很OK嗎 現在喔 啊現在覺得不OK沒辦法 就不已經做了 但是在你跟這房間說 噢 噢 噢 他們這樣會重責嗎 對我媽現在會這樣噢 噢 然後那個就是有 如果有那個 像之前我們家裡洗衣機壞掉 然後那個洗衣機的師傅 就會來幫我們裝清的洗衣機 然後他就會開始跟人家介紹說 啊你要 你要聽我嗎 有 那就是 我們就是同一個嗎 有啊現在有 對 但是其實以前的話 他們其實是有點 不知道我在幹嘛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讓他刷算你的針對 什麼 什麼 OK 這首歌 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很可愛耶 就是 我滿喜歡這首歌的 他就是在講說 你喜歡一個人 然後你想要 你想要就是 在他世界裡面有存在感 然後你就 可能每天發一些貼圖吧 然後講一些廢話 什麼 就是一直在刷存在感 讓他一直看到你 可是有趣的是就是 我一開始聽到 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 噢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就是 可能很喜歡一個人 然後想要吸引他的注意 然後想要吸引他的注意 但我就聽一聽聽 聽到Bridge的時候 發現 噢 畫風一轉 他本來前面就是有點 有點囂張說 噢我這樣子每天傳訊息給你 你應該如果我突然沒有傳 你應該會覺得 不習慣吧 是不是會想我啦 那結果到Bridge的時候 他突然就是承認 其實是我喜歡的 就有點傲嬌的感覺 而且那時候我收到這首歌 我就很想跟廖文強說 廖文強 你是不是在談戀愛 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傲嬌 我 如果在玩的時候好像會 就是比如說如果有人 有人誇獎我說 小燕你新歌很好聽喔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誇獎我就說 我才不會高興呢 我才不會因為這樣就高興 你是潮方 對我才不會因為這樣就高興 但我覺得這首歌其實很可愛 他的速度 因為他有一些地方 他的速度是碎排 他比較不快 喔對很碎 他其實沒有很整齊 你那時候有沒有覺得這首歌很難唱 就覺得這個感覺 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超難唱的 但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就是 我覺得是就是 唱別人的歌的好處 因為如果是我自己 我不會這樣行 然後我也不會這樣子唱 所以我就覺得 在這首歌裡面 我學習到蠻多東西 然後我覺得現在這首歌很難經營 你為什麼跟粉絲 互相刷刷彼此存在感動 大概就是不定期直播吧 在奇怪的時間直播 你都是幾點直播 我直播 因為我那個 我前一陣子我喜歡半夜直播 1點 2點 3點 有時候甚至3點 對然後就是直播到 直播到就是大家會叫我 作息破壞者 對就是直播到後來 大家都會說 作息破壞者今天有要出現嗎 刷刷存在感 所以是用直播的方式 讓你的粉絲知道我還在 對我還在 或是就拍照發文了 所以如果沒有直播 他們就會讓你出來面對 對 對 請問一下這首歌的 為什麼會收整個故事 這首歌出來面對是跟那個 旺福一起合作的 然後那時候我收到小米老師 其實應該說 我之前在演出的時候 然後在後台有遇到小米老師 然後我就跟他聊天 我想說 我有跟他說 其實希望有機會可以唱他寫的 這樣 他就問我說 說小薇那你喜歡 你喜歡什麼樣的歌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蠻喜歡你們的 很軟 然後又很幽默 我覺得跟實際上 就是 就是旺福遇到我的那個感覺 還蠻搭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宅的人 就是超級宅 我連那個 我們出去演出工作 然後 有時候出去工作 如果要過夜 不是就是 可能隔天啊 或者是演出完 回去外面繞一帽 然後我不會 我就會待在飯店 除非我工作夥伴 把我拖出去 跟我一樣 也是 飯店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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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覺得在房間裡面很舒服啊 這樣 所以那個MV也是這樣演的 那個MV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我躲在家裡 然後我不想出門 但是因為旺福 旺福他就是一個會 你看到他你就會很快樂 然後旺福就是會讓你強迫 讓你很快樂 所以他們就是有點那個 侵入式的侵入到我家裡來 然後要把我拖出去 MV裡面還把我的門鋸開 對 很浮誇 我就是創一個方平的動 所以你自己下本身的朋友圈 有這種 你說把我拖出去的朋友 有 有 所以你都是通常在等著被拖出去的 對 我沒有在等 我沒有在等 他們怎麼都會來 他們會自己看不下去 然後說 欸你剛才是不是在太陽了 然後他說走出來了 然後或是 或是就說 現在下樓 在門口 我來門口等你 我說要去哪 他說不管上車 然後這首歌啊 這首歌我覺得 我真的聽起來覺得說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東西非常傳承 比如說他那個 威威威威威 我就覺得有點像蒼蠅 喔威 蒼蠅的感覺 其實那個喔威 那個小明老師他說 他說為什麼是喔威 因為我是威 還是喔威 叫你出來這樣 喔威 出來面對 你說蒼蠅的可以用 威家瑩嗎 蒼蠅的一種 那有這個嗎 這個好笑 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這個前面 他們那個副歌寫的 也是很 很噁心的 那種感覺 對 而且其實他 還有一點很幽默 就是 他有 就是中間有一段 他就是 他不是有念 好像韓文 但你不知道他在念什麼 什麼 我忘記這一句是什麼意思 但是那個 聽起來就是 就有點像 閩南 而且一開始那個 前奏 樂器中間的空檔 不是有一個 出來面對嗎 然後那個小明老師 他們就是我們也是 故意念得很像 出來面對 故意把他念成這樣 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有 出來面對 我在你愛的 拉麵 天保你 排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魏 魏佳穎 我最近發行了 我的全新創作專輯 我胡桃 然後大家如果 想要知道 相關的資訊的話 歡迎到我的臉書 或是IG追蹤我喔 魏佳穎 我很好 新專輯演唱會 12月10號 台北慶功加場 歡迎大家來參加 詳情資訊 請至魏佳穎 的所有方法唱號 以上就是今天 魏佳穎文好的專輯訪談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 呃 這樣子 這樣好難喔 你沒有信 你公司究竟發了一首神訊喔 你的神訊 打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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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打不掉 дж